什麼我是你的 什麼 心 你的肝 你的寶貝甜蜜餃 我要死你 書上就有很多這種東西 會讓女孩子看得就是有點 嘻嘻嘻嘻嘻 四百億點閱王 趙又廷蹦出女星敲門 老婆駐守飯店 姐姐 幾日不見 我想你想得可厲害 三三歲Mark 趙又廷在古裝劇 三生三世實力桃花 欲秧密 愛得狂熱 網路點閱超過四百億次 創下演藝事業高峰 其實神界第一美男子 也劃著角色找上趙馬克時 他猶豫了一下下 我覺得我從來不會把 我自己跟美男子的關鍵詞 講到一起 那我就不是啊 硬漢Man 動作明星 爆破 天族顏值第一 什麼人就會覺得 噁啊 接下後把刻板的美男子 變自由 起初被網友嫌 第一醜現 跟公司說你看嗎 他們一開始也是說 就不要去想那些 他說就用演技去征服大家 就可以了 不然馬克一展整容般演技 全是霸道又深情的 夜花擄獲觀眾心 我自己看我就覺得 誒 客觀的覺得 真的還不錯 還滿用心的 最難講的是那些 很肉麻的台詞 我是你的心 你的根 你的寶貝 你的甜蜜餃 原來還有隱藏版更肉麻台詞的 比如說書裡面有什麼 千千 你上來一點 我手不方便 或者說 會有點疼 但不要怕 在現場我就跟導演說 No 我說這個我真的沒有辦法 No 對 看劇本的時候就先圈起來 對 就看了 又中招了 哇 爆擊 爆擊了 被爆擊一萬點傷害 可可這一聽就是阿宅老江湖 人氣大旺的趙馬克 喜悅如雪片般飛來 就演完三生之後 應該就有無數的 就是同類型的戲 就是霸道總裁 我不明白 為什麼這麼多霸道總裁 這戲存在 欸 夕陽慢慢跳 趙馬克打他的電動線 愛奇妍妍妍表示 還蠻好的是 我們兩個可以在 同一個空間獨處 可能我需要獨處的時間可能比較多 就自己一個人 就看劇本 甚至玩電動 或什麼 都是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分寸的拿捏得蠻好 真的就是 對 你知道嗎 或者說 好像有點太長的時間了 就我這時候我就過去 玩一玩這樣 然後我自己再回來 不只在家 一邊一國各做各的 夫妻財務也是喔 因為我覺得 各管各的會比較清楚 因為我們兩個其實對 財務都不是太多概念 他也是家人觀 然後我也是家人觀 不過呢 與遠遠從交往結婚至今 完全飛緣決人體的Mark 竟在三生三世破了公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但其實我們從頭到尾對手戲 好像就那麼異常 哪有這件事 完全沒有 不會啊 他也就笑啊 就為什麼說你們兩個呢 就是好奇怪 你要編一個故事 你編的可信度高一點嗎 有人對我的行程是非常清楚 應該這麼說 但是他就是會 對我收工回去休息的時候 他就在房間 對 其實太難把握 在費金的時間 嗯 是啊 喔喔 根本七管言啊 Mark接受專訪時 正常接近愛妻三十八歲生日 來好遺孤了嗎 其實我已經提前送你 你要建立一個 你們共通的一個 一個信物一個點 那個東西很重要 以後不管送什麼禮物 呃 從那個點去延伸跟發想 都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但我當然是非常有誠意的 送給你的老婆 我是挑精挑細選 那你十月五花怎麼過 就是你有要趕嗎 我沒有要趕嗎 訂餐廳 反正我們就是會過 就對了 哈囉 哈囉 三年三百九公尺 流動新聞 老婆無言十條針八道 哇哦 像世界爭片 你旅居海外 行腳各地 用影像說故事 講道理 寫日記 你最自豪的Vlog 在每日近三千萬瀏覽人次的 蘋果網站投放 報酬優惡 衷進獎勵 作品潛技 有創中心